亂議長啊 亂議長 農民實在是可逼可談 國民黨談的是一位 謝龍介再度搬出蜜雕亮相 但這回要讓蜜雕吃香蕉 不為別的就是諷刺行政院長 賴清德救災不利 導致香蕉價格崩跌 你在南臺灣住這麼久 應該在清清清清清的山蕉 其實是出了問題 所以這次完全沒有對情下憂 賴清德上任一個多月 在台南的宿敵謝龍介給了75分 但上週風雨襲擊東部 災情慘重 謝龍介痛批賴清德救災 有待加強 這回看他金蕉的表現 還要扣三分 還要扣三分 鐵包肉 香蕉從原本每台金 破百元的天價跌到 只剩下10元 甚至一度跌到個位數 眼看情況危急 賴清德大動作用行動救膠農 不只宣布行政院 收購200噸的香蕉 還在臉書介紹香蕉的各種好處 希望能止血 但除了救災議題 謝龍介憑賴清德整體來講 有包有扁 不只賴清德首次立院被巡的 這番台獨說 我是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 我是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 挑動兩岸關係敏感神經 最後急踩煞車 沒再把台獨掛嘴邊 賴清德北上當行政院長 謝龍介不甘寂寞 對他緊咬不放 一生只監督賴清德 每每出招 依舊成為話題 記得賴冠章潘英文台南報導 我們看到 感谢观看